歡迎大家收看相關關心地現的南島新聞 南島一三九主行車的挑戰賽 今年已經是第三年紀斑了 今年也特別將這路線的長度來提升到100kg 站在這裡要花三至六點鐘的時間 才能夠來關心比賽 可以說是相當有挑戰性 路線會對中興會回來出外 經過南島操縱、中了、民間、集積、訪訪、丁、六個鄉頂市 可以享受到南島關美麗的自然方向 做完黨員也要歡迎大家 可以永遠來報名參加 南島一三九主行車的挑戰賽 是一年比一年還要刺激 路線的長度為第一年的50公里 到現在已經是超過100公里了 不然增加比賽的挑戰性 也讓參加的民眾 可以享受到更加豐富的南島美景 我們南投一三九主行車挑戰 在今年是邁入我們第三年 我們從第一年的50公里 第二年的就是3.5公里 到今年的話我們正式邁入100K 在這邊的話我們做路線是做稍微的調整 上一次有稍微有查狀的地方 我們那個路線做稍微的修正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路線的修正 讓我們活動更加安全 這次總共有六個困難 並且分佈在路線當中 讓民眾可以享受到最舒適的比賽經驗 另外只要報名參加 就能得到幾個行紀兩篇 現場也有吃意味、沒菜等豐富多人 希望說大家在騎乘的過程中 能夠欣賞我們美麗的風光 進來說在我們南投這個觀光跟消費 今年的話我們預計是10月21號禮拜六 在我們中心會場前面 一樣是在中心會場前面做一個出發 進行一個全天候的活動 我們也報名可以到7月31號為止 詳細的情形我們歡迎各位車友 去我們南投市公所的首頁 那邊有一個網站的連結 可以到報名系統去參閱 最近民眾的部分還是我們滿滿的人情味 還有我們現場我們的豐富補給 包括我們幾乎無上限的南投1面 讓大家有吃到飽的感覺 每六月中開始開放報名 到幕前報名人數已經超過一半 主辦當委好友大家 拍攝時間趕緊報名 報名時間一直到7月底 現在是參加人數每3千人為止 記者信息參報到